大家好 我是大花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它特殊在哪呢 就是今天是一代曆解封的第三天 但是我今天不说夜行是不是特别特殊 很多人来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代曆的电子盘品 或者是一代曆的东西 到底比贵贵多少呢 今天咱们去看一下 我们走吧 这个就是美丽漂漂的都联塞 充满了复古的气息 这个不是 这个是科莫湖 这个是鸡脚嘎喇的一个小山村 这个花拉包颜色的就是五鱼村 但是很多地方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网图不给你看哟 不好意思 有点好题 请在观看视频的各位 拿好小板蛋和笔记本 这样的作用就是显得你很有玩法 也能看出来 现在去超市也要排队 然后我就在一个没大点的鸡脚嘎喇里 发现了这些宝藏 Foreg赞泡 这个棉的口罩 7.99 然后旁边的这种普通医用口罩 25个呢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 价格是29.99 抛开价格这个问题 但是总是感觉超市卖的这种口罩 有点不赶紧 当你看到一个可爱的壮汉 戴着一个可爱的小红口罩 像小红帽一样 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呢 还有这位收音乐员 我就不说傻了 大幕走一波吧 然后呢 我就去了一个药店 我就拍到了这个 口罩呢 是特别的贵 欧洲是没有N95口罩的 只有FMP2 约等于N95 一个8.9 10个8 10个20个140 细品 这么贵 有几个人能买得起 你看连模特他都抗议了 全都集体自闭了 模特都穿不起衣服了 更别说宰宰们戴口罩了 我跑到了Uni Ave 就是一个电器店吧 可以这么说 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 细思极恐的 就是他现在开门了 因为这个你不是生活必须的东西 举个生动形象的例子 就是你不逛家具店 你难道你这天就过不去了吗 意大利宰宰的回答估计就是 是 给大家看好玩的 最好的一种就是小米的 小米在这的平衡车卖499欧 国内多少钱 大家可以评论走一波 在意大利可贵了这些东西 电子产品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SD卡 256G 92三星的 为什么买这么贵的卡呢 我也不知道 在下批评那些和我要动三号的 到现在就两个人家 还是朋友圈的好友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咱们明儿见 白了个白 祝大家生活愉快 一会儿 在下批评那里 by bwd6